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泰国Netflix的连续剧 Ready Set Love 在江南超市工作的女主Day 女主的妹妹May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Soon,怎么长得这么帅呢? May非常喜欢Soon 身为路人的Day,不了解追星的妹妹 这个我可以拿走吗? 不行,虽然姐姐坚决表示不行 但在下班后为了妹妹带回家了 妹妹犯的Soon是Gentlemen的门面 而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很特别的节目 Ready Set Love Ready Set Love是一个选秀节目 参加着有机会与Gentlemen的成员结婚 Gentlemen是一个每四年更换一次成员的团体 而Soon参加的这一季是该节目的第七季 这意味着该节目已经持续了28年 是一个长寿节目 然后这一季中出现了一个独特的规则 购买Gentlemen代言的牛奶 并扫描瓶盖上的代码 就会透过筹签有机会参加这个选秀 当然,作为Soon的贴粉 Mai也在透过大量购买牛奶来进行无限次的申请 对了,今天会挑选最后一位参赛者 嗯,不感兴趣吗? 算了,自己去看吧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数百万的人都在扫描发送 几率只有0.0001% 不过 Mai甚至搭建了一个祭坛 每天都认真的祈祷 结果 现在公开最后一位幸运得主的照片 Tarika Chokweed Date是女主的昵称 Tarika Chokweed是本名 对前头们一点都不感兴趣的女主 成为最后一名参赛者了 参赛者共有50人 45人是缴纳参加费申请的 剩下的5人是幸运的抽奖中奖者 不,不去,绝对不去 你知道我为了姐姐祈祷 去了多少寺庙吗? 犯人就是妹妹 是她偷偷用姐姐的名字申请的 姐姐,拜托你去参加 然后也帮我要一张送的签名 拜托 用你那张脸成不了多久的 应该在第一轮就会淘汰的 朋友在旁边诅咒 我绝对不去 虽然姐姐坚决说不去 但为了妹妹还是参加了 干杯 因为举办方准备的自出餐非常好吃 Day心情变得特别好 但由于吃得太多 在比赛15分钟前 肚子突然超痛 厕所在哪里呢? 在哪里? 终于到达 然后收到了妹妹的短信 一定要拿到算个签名 我姐姐是最棒的 应该很难碰面的 嗯? 你怎么在这里? 其实这里是难测 不好意思 可以要一张签名吗? 虽然是在互相尴尬的情况下 但也没有忘记妹妹的愿望 想要签名吗? 那就按照规则来 不要成为跟踪狂 Day被误会成跟踪狂了 拜托请回来 你误会了 刚好这个时候 妹妹来电话了 Day倒下了 我们现在在医院急诊室 是舅妈打了电话 告知妹妹紧急送医了 我想取消参加 妹妹住院了 她正在化疗 情况不太好 我无法专心 真的很抱歉 你知道获胜的话能拿到什么奖吗? 你可以与Gentleman的一个人结婚成为家人 以后你或者是你的家人生病了 就可以接受最好的医疗 你希望妹妹有什么样的未来呢? 想要留住Day的制作人 多拍一下那个孩子的影片 如果有观众们想要因缘的感人故事 会有利于收视率的 那位制作人说的对 用我赚的钱 无法承担妹的手术费 我要留下 我一定要获胜 Ready Set Love 终于开始了第一轮 认识对方 需要根据各种线索来猜测 是哪位Gentleman 当出现关于Gentleman成员的问题时 需要猜出问题指的是哪位成员 然后站在与该成员代表颜色相匹配的灯光下 猜错的人将立即被淘汰 第一题 每天晚上翻看Netflix 观看预告片 却在决定看什么之前就睡觉了 这是哪位成员呢? 这怎么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吧 应该没人不知道吧 对于粉丝来说很简单 但对路人来说却很困难 不过这游戏是团体赛 所以只要跟着多数人就可以了 都是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都可以通过的 好简单 下一题 童年时 相信夜空中的月亮 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入睡 所以是太阳关了灯的人是谁呢? 应该是Gin 应该是Paper 我不知道 只有是团粉的人才能通过的问题 正在回想与妹妹的对话 Paper太可爱了 姐姐你看这个 她小时候以为太阳下山后变成月亮了 妹很努力的向姐姐迎笑 就这样猜对第一题的Day 期待的观众们 节目才刚刚开始 但我们的大多数乐透女孩已经被淘汰了 现在只剩下Day了 突然成为话题中心的Day 怎么偏偏是跟踪狂呢? 下一题 小时候喜欢读乌托邦小说的成员是谁呢? 再次回想与妹妹的回忆 姐姐 你看Paper的直播 我也想买这本书托邦 以后再买不行吗? 姐姐现在没有钱 第三题 也因为与妹妹的回忆成功通过 最后一题 因为害怕过年的火花声 所以需要有人一起睡觉的成员是谁? 再次回想与妹妹的回忆 姐姐 你知道肩头眉中谁最怕火花吗? 每天都在说有关肩头眉的事情 不会觉得很厌倦吗? 因为你偷偷买他们的周边 你知道我需要多做多少工作吗? 姐姐 对不起 妹 没事吗? 妹怎么了? 偏偏这一天是妹妹病情恶化的那一天 如果提早一点来 情况可能不会变得这么严重 然后Day突然记起来 在节目开始时 因为变炮声吓到的孙 努力的奔向红色灯光的Day 但未能成功 没 但是今年有了一个新的规定 败者复活战 Spin Date 肩头眉会随机和淘汰的参赛者 进行三分钟的对话 如果肩头眉有想要救活的参赛者 就会跳我救你舞蹈 肩头眉只能使用一次这个特权 或者不使用 我绝对不会跳舞 孙非常讨厌跳舞 其他成员们都相继救活了一位淘汰的参赛者 而孙偏偏进入了Day的房间 因为观众们都在关注抽奖参赛的乐透女孩Day 所以如果是其他成员的话 可能会救活她 但现在孙误以为Day是更踪狂 这人比电视上看到的帅多了 是你啊 记得我吗 那个早上的事情真的是误会 对不起 不能救活我吗 我一定要通过征选赛 不要 如果我救了你 你又会偷看我的朋友们 我到底要说几次 我不是什么更踪狂 我一定要获胜 和一位成员结婚成为家人 请救救我 你希望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 你不适合这里回家吧 对着无视自己的孙儿 感到无奈的Day 决定放弃并要拿下参赛训章 嗯 孙儿的眼神突然变了 这个项链 孙儿因为太吃惊 连手上的玩具也弄掉了 时间结束 等一下 不要出去 你去哪里 我要回家 让开 不行 你这是在干嘛 忘记跟大家说了 Ready Set Love是现场直播的节目 也就是说这个片段 同步在播放中 不过 为了要救活淘汰的参赛者 算要做自己最讨厌的事情 我救活你 不是说不跳舞吗 完全疯狂的在跳 唯一生存的抽签参赛者 通过争选赛了 去收集一下这个女孩的资讯 因为孙儿的CP 节目爆红 太好了 乐透女孩通过了 是我姐姐 你在干嘛 我救了你 救了我 孙儿为什么救了Day呢 很久以前 让孙儿激动的项链 以完整的样子 戴在这个女孩的脖子上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不告诉你 呃啊 呃 呃